大家好,我是渣渣 常常也會有朋友問我們 為什麼我的花瓣滑起來後有一些異音 那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們在行徑的時候 輪乍中柱跟你的pivet cup 之間所產生出來一種扭緊的聲音 基本上這些都不會影響到 我們滑行時候的問題 沒有安全上的疑慮 但是有些人就會覺得這個異音 實在是很煩惱很鬧人 那我今天就來教大家一個小方法 如何將這個異音暫時的消除 那首先我們必須要準備一隻滑板工具 那我們先把這個中軸部分的螺絲 給卸下來 然後所有的零件都依序排好 再來把我們的輪甲取出 那基本上呢會有異音的話 就是我們記得再等一下這個pivet cup 這個地方呢 我們加一點點肥皂絲或者是蠟塊 削一點蠟下來 填在這個pivet cup裡面 它就可以暫時的消除 我們輪甲手產出來的異音 那方法很簡單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肥皂或者是蠟塊 然後用刀片輕輕的消除一些 削一些蠟下來 其實也不用太多 大概一些 我放在這個小盒子你們應該看得到 大概就要一些的量就夠了 然後我們將這些蠟呢 放到pivet cup裡面 那記得這個東西填完的時候呢 我們的輪甲還是需要稍微的 跟這個做個磨合 它的聲音才會慢慢的消除掉 那我們再依序把這些零件給裝回去 這樣子就完成啦 很簡單吧 趕快去找一個肥皂或蠟塊試試吧 保證你一一馬上就消除 記得回去多踩幾下 讓這個蠟在這裡面充分的發揮 就這樣子啦 趕快去吃吧